法国空中巴士客机传出有部分的飞机在机翼上出现裂缝 空中巴士公司曾出面表示 机翼裂缝对飞航安全没有影响 不过星期五澳洲的专业工程师则提出警告 强调这些裂缝很可能会对飞机造成威胁 并呼吁航空公司应该立即停飞这批有问题的飞机 闻名全球的空中巴士客机 之前传出部分飞机的机翼上出现裂缝 法国空中巴士公司也在5号对此公开坦诚 他们确实在少数的空中巴士机翼上找到一些小裂缝 但这些小裂缝不至于影响飞航安全 拥有空中巴士的澳洲航空公司与新加坡航空也出面表示 这些裂缝不会影响飞机的安全 不过稍后另一群澳洲的专业航空工程师却提出警告 这些裂缝很可能对飞机的飞航安全造成威胁 因此建议航空公司将这些机翼上出现裂缝的飞机立即停飞 进行检修 工程师也呼吁澳洲民航安全局尽快采取行动 让这些有飞航顾虑的飞机尽快停飞检修 不过法国空中巴士方面则强调 这些飞机目前安全无余 只需要按照四年一度的维修流程来进行检修补强就可以 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